看這個1.1到2.0 對不對 最後 那我們剛剛是一次全部輸出 所以現在是每做一次就輸出一次 那這個關鍵就是在那個print的位置 OK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 假設我剛剛有寫了這一段 另外我把它另外再複製一個module好了 然後呢我拿這個module來改 假設我們原來的東西 我直接拿這個來改 那其實哪些地方需要改 第一個呢因為輸出的是有小數點 所以名稱也許我就不要用那個sum 也許我先把他改f算了 f的話指的是一個float 有浮點的 那我預設值就給他0.0好了 OK 因為我要到小數點第一位 第二個的話呢 for i in range 我要跑幾次 1.1到2.0 總共跑了幾次 10次嘛 所以我這邊一樣是1到多少呢 11嘛 因為我跑到10為止 1有沒有 1 2 3 17到10嘛 OK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 我要做出像這樣的效果的話 它基本上一定會有1 後面的東西是根據什麼 根據i乘上 有沒有 乘一次就乘0.1就好了嘛 乘2 2 就0.2 3 0.3 再把它怎麼樣 加在一起不就好了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我其實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f等於 等於 它基本一定有1嘛 加上呢 用i乘上0.1嘛 那如果 i等於1 那就1.1嘛 i是2的話 那就0.2 那加起來不是1.1 1.2 一直到2.0 OK 那所以呢 再來的話就是 這個是最後一次才輸出 可是我要每做一次就輸出的話 那我記得啊 請各位把這個printer的地方 Tab鍵按一下 這個Tab呢 在外面是最後一次 跑完了之後才輸出最後的結果 那如果你是放一個Tab的話 意思是說 它一邊產生一邊輸出 所以我這邊把它改f好了 假如說我今天做了一個f 我就輸出一個 做了一個就輸出一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把它執行 那你會發現呢 輸出的結果 它就是1.1 1.2 print一直往下 OK 相信各位可以看到 1.1 1.2 1.3 1.4 但是很奇妙 1.7 後面多了一些小數點 還蠻奇妙 不過 如果希望把後面的小數點去掉的話 其實我們講過 我可以乾脆取到小數點的第一位就好了 那取到小數點第一位 我們前面有講過三種方法 應該主要兩種方法 一個是用Round 一個是用Person的 那其實以這邊來看 用Round好像比較簡單 前面好像講 Round的話就是 乾脆呢 我把這個公司外面 再包一個Round R-O-U-N-D OK 那這邊的話呢 然後錢瓜糊 後面的話呢 要取得小數點第一位的話 那就1 OK 意思就是幫我四捨五入之後 一樣放在這個Flow的變數裡面 然後呢 再逐個逐個幫我做輸出 OK 那你會發現呢 我取到小數點第一位的話 這個部分出來 結果就是我要的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啦 這個變化題主要是 就是讓各位了解 這個Print的位置 其實很關鍵喔 你在裡面 它就是 跑一次就丟一次 跑一次就丟一次 但如果你在外面 它就是 最後一次回圈完之後 再一併輸出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 就是如果輸出那個 1.1到2.0的話 該怎麼做 那待會的話呢 另外底下還有幾個 幾個題目啦 不過我是覺得 可能用到的機率比較少 但是也不是說用不到啦 裡面呢 像Continue 這Continue其實是有這個作用 不過我覺得我用的機率 其實並不高啦 不高 但是它有 還是要講一下 那什麼叫Continue 比如說以下面這一題來看 如果我今天要加總的是激素的話 激素 那其實我剛剛講過 可以用Step 有沒有 後面可以逗點Step2 可是如果 我不用逗點那個2的話 那其實另外還有一招 叫什麼呢 如果 這個i出現了值 person指的是 除以多少的余數 就是 我如果 假設是2 2 person 2 的話 意思是說 余多少 如果是余 0的話 那表示它是偶數 OK 那如果是偶數的話呢 那我就Continue Continue意思說 我就不執行下面這個加總 意思就是說 Continue就是下一個的意思 就是 跳過 不要執行下面那一行 這個叫Continue 不過說這樣 Continue用到 我自己用的非常少 但是有沒有可能用到 還是可能用到 所以我們順便講一下 但是我這個部分就不實做了 我想你們自己玩玩看好了 主要這一題 就是這個person 也要知道一下 這個person指的是 叫做求余數 意思 這個邏輯是 如果它除以2 是可以被整除的話 那表示它是一個什麼 一個偶數 那偶數的話 就Continue Continue就跳過了 OK 所以Continue的部分的話 請各位自己再玩玩看 另外Break 用的可能會比較多一點點 這個所謂的Break 就是跳離的意思 比如說我今天 要1加到99 那我如果說今天有沒有 我如果 假設 因為我 這邊輸出 200 那它一定會跑到199 可是我如果今天 希望中間 就把它跳離的話 那其實就可以 用Break 這個Break 跟VBA裡面那個 It is for 有點像 如果 EXIT 對 如果是回圈的話 It is for 所以 這個Break 蠻像是VBA裡面的 It is for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啦 那 所以這兩個我想蠻重要 但是 這個部分我覺得 你自己再動手玩玩看好了 那我們後面的話 還會有step step我剛剛講過了 豆點 假設我要間隔二的話 我覺得豆點二就可以了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又要另外一題 我覺得動動腦 這些練習題就是 考驗各位 對於回圈 是不是能夠真的很熟練 如果你回圈部分熟練的話 你才有辦法做出什麼 99乘法表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1乘上1等於1 一直到9981 那這個中間的話就是按TAB TAB 都是TAB OK 可是特別知道這個地方 其實就兩個回圈加一個輸出就可以搞定了 只是說你要怎麼樣把兩個回圈 所以你可以分階段 你可以怎麼樣呢 1先做出縱向的這個 1乘上1等於1 再做出橫向的 所以底下這邊有個橫向 你再把兩個湊在一起 其實答案就可以做出來 這個難度比較高一些 不過主要是 讓各位練習 4回圈的相關敘述 終極目標是做出這個 像那個99乘法表 無論是我以前教VBA也好 或者教Java 教PHP 教任何語言 其實都可以做出結果來 程式期也差不多 我在這部分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底下的參考當然也許你可以先不要看 先想想看好了 畫面先 試試看好了 當然有些東西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可能給各位去慢慢想 所以也許 你大概 反正就是 至少要知道一下這個怎麼做出來的 當然這過程我建議還是要思考 如果你沒思考的話 以後你遇到類似的問題 你自己做不出來 那就 有些東西 你要的結果 你也當然也變不出來 所以 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 就是 剛剛那個continue跟break 也許自己再玩玩看 另外的話 也可以試著 想想看 99乘法表 如何利用兩個回圈 可以把99乘法表 給做出來 試一下好了 這部分